共享經濟當道 不只生活中的11住行 萬物皆可租 現在就連想要租個男朋友女朋友 陪你出門約會 回家見家長 甚至是想要租個工具人 來幫忙搬家打掃 或是開車接送 透過進來 在網路上崛起的租人平台 通通不再是難事 日前網路上掀起一波出租男友 出租女友風潮 實際點開蝦皮 不少賣家放上個人照片 打上價錢 把自己當作出租商品上架 更標榜無論出門逛街還是約會 都不是問題 甚至還有人標出神秘家家服務 讓有人不知道究竟是惡搞 還是真有歧視 根據我們實際調查 在網路上這樣的租人平台 不但真的存在 背後商機與需求 更是遠超乎一般人想像 現在晚婚的很多 找不到男女朋友的也蠻多的 那如果長期都沒有交男朋友或女朋友 他們會從平台找人陪伴出去 任何的需要應酬的場合 看準現代人需求 並提供出租時間 換取金錢的機會 成為新型態的平台商機 根據了解 平台上的出租者 又可以依照外星與條件 分成S級、A級與B級 族人計家方式也依照等級有所不同 有高到低分別是 S級每小時約2500元 A級每小時1200元 以及B級每小時750元 若需要出租者參與夜間活動 飲酒聚會等娛樂行程 都需要另外加價 打碰一般人對交友行事的想像 透過網路租界一日情人 成為全新的交友方式 我們就實際安排單身女記者 透過平台體驗一日男友的出租陪伴 帶你瞭解租男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去大道城 然後一起逛一些小間 然後一起喝咖啡 然後一起去拜了小海城皇廟的月老 那我覺得其實今天這個出租男友的體驗 跟我原本對出租男友的想像 有點不太一樣 有點像見網友 然後他陪你聊天 吃飯 逛街 然後我覺得都是很健康的行程 然後我就覺得是滿不一樣的體驗的 還滿有趣的這樣子 在租人平台上最常見的需求 就是像這樣的約會訂單 租一個人來陪你逛街 聊天 吃飯 滿足情感上的陪伴 一開始可能是我也是想要找人陪 然後我都是做那個消費者的動作 對 然後感覺還不錯 工作反而其他社交圈會比較小 那透過這個平台的話 其實會找到戀愛的感覺 我是那個那時候參加的這種感覺 對呀 而且還會有聽話 我覺得就是交朋友 也不是說今天一定要非要幹嘛幹嘛 就是大家一起不亂認識一下 然後你有什麼心事你可以說 然後我可以聽你講 就這樣要陪你這段時間 那就是不錯你像這樣可以追找我 今年30歲的阿Ben 因緣際會從消費者變成了出租者 善於聆聽的個性 也讓他迅速成為平台上的熱門人選 事實上在這樣新型態的產業鏈中 像他們一樣因為好奇而嘗試的 並不在少數 一開始很緊張啊 他會被騙啊 或者是比較不那麼健康的平台 可是後面就發現就很正常 就可能接個兩三次就不會緊張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看個人心態 就是現在很多交友軟體啊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交友的方式嗎 租人平台成為寂寞經濟下的全新產物 背後不只反映都會男女對交友需求 情感陪伴的渴望 由於現代人越來越晚婚 以及來自社會與家庭的種種壓力 也成為帶動租人商機的另類原因 這是母親節 就是媽媽叫男生要帶女朋友回家 然後她就在平台找人 然後要找那種鄰家一點的 乖一點的這樣 然後就帶回家吃飯啊 然後可能吃飯之後來聊天 然後幫忙洗洗碗就這樣 就很單純的自然啊 她會比較問你說 欸你們怎麼認識啊 或是說你們相處還好嗎 要在一起多久啊 有沒有考慮結婚啊 之類的這種話題 還是要先講好 可是你去也要觀察人家的樣子啊 就是家庭狀況啊 還有家庭關係合不合目啊 或是說 嗯 應該是要察言觀色啦 因為有些父母都很客氣 就是說不用洗碗不用不用啦 或者不用幫忙打掃啦 這樣 可是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啦 這是攻略 要記住 對 就是人家說不用 可是其實還是要做 大部分都是吃戀 想要人家陪 那這個樣子的話 會聽他們的抱怨會比較多 我當然也想要讓他們開心 不過就是以這種心態下去 就是跟他們結會 有一次可能那種 和學生 女學生 她沒有 沒辦法 找不到人幫她搬家 然後剛好她那個 要求是 要有車子 可以幫她帶東西 然後就是用很短短的時間 差不多那個多小時 就幫她把那個 那個學校主持的東西 看到她 知道的話 就幫她 不然就跟她說一次 對 有一個 是 同性戀 然後她 同事都覺得說她是同性戀 然後她 不想承認 對她就 有一次就是大家去吃飯的時候 她就找一個 女生跟她一起去 一開始我不知道 是後面才知道原來是因為 她想要 隱瞞自己是同性戀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其實不用隱瞞 在出租者與消費者的世界裡 不只龐大交友需求成為潛在商機 靠著出租專長幫助別人 也成為一門另類生意 比較特殊的案例是 希望會開車的男生 可以陪伴去可能訓練他開車 我是不是幫老師 所以我們利用的時間就是 或者是晚上或者是假日 她會給你一個表格 你可以跟她面前 你會什麼 然後你的興趣是怎樣 像健身好了 因為有些女生 新手幫助們 她想要先試試看 不想要一條 買照例客 或者是說 一些女生會比較對男生教練 就會請一個有健身經驗的 來跟她一起去運動 然後治保她的 揭開初衷男女的神秘面紗 無論是租情人 租朋友 或是租工具人 這樣的需求 在城市的每個角落 真實地存在著 我覺得她就是用健康一點的角度去看 上輩子人是單純因為 需要找一個陪伴她去完成某件事情 或者是一起分享某件事情 只要觀念跟態度是正確的 其實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陪伴 網路世界無奇不有 隨著租人商機崛起 想把自己當成商品租出去 不再是天方夜談 然而這樣新型態的素食社交文化 未來是否兼得起更多考驗 留給社會大眾無盡想像空間 如果你也喜歡今天的內容 歡迎在底下留言按讚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鎖定更多精彩新聞議題 舊區新聞我們下次再見